看到是這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他有針對這個鋼塞子的部分 鋼試子的這個普篩 他有他的想法 他講說不應該被用來 進行普通感染排除性的這個篩查 就是說你普通感染 你幹嘛弄這種東西 要做什麼 然後很多網友看到他的這個內容說 我讀到你這個不想受入的心情 那怎麼會跟官方唱反調 以及我說這個有點像是外交事件 你想想看 我其實之前有看到其他國家 比方說南韓的啦 或者是有各國 包括美國的有一些這個外交官員 他們也覺得這個是啟齒大弱 那是一種蠻侵犯式的一個篩檢嘛 然後說日本政府也跟中國提出要求說 我們日本人也不要啦 怎麼樣來看 這個是我們這套新聞卷實是蠻 其實就日本的大使館 正式向中方提出外交上的交涉 就是希望你不要給我們的僑民 用這種事情 因為大家感到這個身體上心理上的負擔太大 這個是因為是日本大使館被電話被打爆啊 電話被打爆了 住在這個看到一個美國的外交官被抓去強制的實行以後 住在中國的日本人都嚇壞了 然後就打電話 所以說日本好像還沒有 但是日本就趕緊去大使館 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已經打電話大使館說 你們這次一定要為我們做主 更是提出外交官 就能用這種很無聊的事情啊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個到底是什麼意義 我到現在為止的科學上也沒有證明太明顯嘛 這個有什麼效果或者就是我覺得中國這個特別是胡錫進這個人 其實我覺得他是在這個中國的記者裡面雖然平常天天替中共說話 但是其實他是首先住在外國的經驗很長嘛 另外一個他在北京的時候也經常和我們這些外國媒體一起有交流嘛 我想他也聽到很多很多的這樣聲音 他是覺得這樣做下去的話 對中國的國家形象 對中國的國家利益一定是有負面影響的 所以他才斗膽說過這些話之後呢 當然很快 我估計他也很快跟江啟津差不多 過兩天就改口了 回到岡山 我真的覺得這個國家就是玩Luxa Ball你知道嗎 怎麼會有人捨近求遠呢 你明明有這個口可以用你沒事脫人家褲子幹什麼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是怎麼樣 我們不是有句話說輸給他脫口嗎 他就是先讓你脫口 意思就是說我跟你講 那你顏面上面顏面無光 對 他就是用一種心理的威脅 然後去告訴這些人說你日本很利益 你看那個外交官他也是逼不得已 他要工作他才去的 不然他為什麼要給你脫褲子 而且說一句南天外交官有豁免權 對啊 不是會有一些通關禮遇等等的嗎 對 而且你要知道 我都覺得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我甚至懷疑啦 他動不動叫人家那種外交使節脫褲子硬鋼塞這種事情 搞不好他是藉由攝影機 去擷取你一些重要的特徵 有陰謀 對 有陰謀 然後等到你不聽我話或是你有什麼事 我就故意在那邊釋放出你相關的一些特徵 然後再羞辱你 有可能有這樣的意涵存在 不然的話全世界文明社會裡面不會有人特別去給人家做這樣的事情 你對你自己國人做我們不好意思干涉你對外國人還強制要做 這真的會演變成是美日中三個國家的外交大戰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是透過他們的外交部正式行為 告訴中國外交部說可不可以對於我們 美國是說對於我們美國的外交使節這部分要採取比較不要有這樣子的一個鋼塞 然後日本可能個性上更拘謹 他是直接說對於我們所有的日本人都不要有這樣子的 因為其實那種心理威嚇動嚇層 真的不管哪一國都一樣 大家都不願意要脫褲子給他做篩檢 以後美國日本就規定中國外交人員入境他們國家先造大場境 好 以啊還以啊這是不應該 中國的這個疫苗接種說現在是5200多萬劑 那他去回推說如果按照說中國有14億人口來算的話 接種率不到4% 那我們說以色列的接種率或者說英國 美國 接種率都超過中國很多很多了 為什麼他們這個接種率沒有辦法拉上來怎麼樣來看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日本媒體也是很關注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他們有的時候比如說做一些普篩或者做什麼 有時候政府的強制力下來 對啊 做得非常幾百萬人單位就馬上很快就做完 不管你住在什麼農村他都有辦法做到 但是這個為什麼呢就是大家好懷疑就是他的生產量有沒有上得去 或者安全性或者各方面有沒有合格 對但是說他國內雖然普及的並不是就是比我們想像的要慢得多得多 但是他對外面的疫苗外交產開的非常積極 他們就是王毅從今年1月份就訪問了東南亞幾個國家然後就到處去推銷 有錢的你拿一點錢我賣給你沒錢的我送給你 就是這樣的話他就拼命的就是在外國上就是他像 因為現在這國際社會上對這疫苗一個是就是先進國家有大家都想搶購嘛 另外一個就是說怎麼外交能東南亞這些國家他們的外交能力並不是很強 中國就趁這個機會就往外推銷然後呢藉此再擴大國際上的話語權 那麼他們對臺灣其實也是一樣我覺得中國他就想他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嘛 那臺灣都拒絕用中國疫苗的話這個對他很沒有面子 那你看現在就是說我看著就是覺得蠻同情的一個新聞就是林鄭月娥在公眾的面前去打那個中國的疫苗 你對他抱一同情 對啊我就很同情我想啊如果如果臺灣一國兩制以後蔡英文一定要先打 這就是嘛你連自己選擇的都沒有權利嘛 那麼中國的疫苗包括日本的人說日本日本就說日本現在也在高到時候購買疫苗嘛 但是日本就說疫苗我不是不是說因為你中國的我就不拒絕買是因為你的數據不清楚嘛 我根本沒辦法判斷你這個疫苗是好的是是經過什麼程序生產出來的到底呢實驗數據 你完全跟歐美那幾家比起來完全數信息都不透明嘛不透明我們就沒辦法判斷嘛 那麼臺灣也是我想也是一樣的不是因為你是中國的拒絕你你把所有的實驗的數據都提供出來的話 我們才可以判斷嘛但是說他沒有這個就是一定要強壓下去一定讓你打 但是說這條新聞比如說我的產經新聞也寫了一篇就是這個臺灣和中國的疫苗上的攻防啊 這個也是讀者的反應非常強烈的因為大家都知道疫苗是救命的嘛 對啊 而且我不可能說我打完之後我可能有生命的風險我幹嘛冒那個風險咧 對對但是還有一個就是跟這次鳳梨一樣嘛如果臺灣一旦開始打中國的疫苗的話他就控制你了 他比如說需要打三針他只給你第一針第二針的話你要承認一狗兩隻以後我才給你 這樣的話臺灣不就完蛋了嘛第一針白打了或者是打完第一針能不能換疫苗也不知道嘛 所以說他是用各種各樣方法在控制臺灣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這次民進黨政府做的是不錯的